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小安姐 家里如果出现蟑螂呀,很是烦人 也是很多人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土方法 这样处理一下呢,家里的蟑螂也光光哦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新鲜的洋葱 用刀呢,将洋葱切碎 再把切好的洋葱放在一个容器中 接着在容器中加入一勺的白糖 然后再加上一点面包碎或者是馒头碎 最后再撒上一把的洗衣粉 我们少加入一点清水 千万不要太多 之后我们搅拌一下,将这几样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平盘 再把刚才调制好的洋葱面包碎放在这个平盘上 放在蟑螂常出没的地方 平时蟑螂出来的时候都会有规定的路线 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在蟑螂的路线旁 就可以吸引蟑螂供来吃 因为白糖和面包碎是蟑螂很好的诱饵 而且这些气味可以很好地掩盖洗衣粉的味道 而洗衣粉里的特殊成分可以有效地杀死蟑螂 另外洋葱也有很强的辛辣味 蟑螂一旦误食就可以刺激它的胃 所以无论蟑螂吃到哪部分都会被它灭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灭蟑螂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呢 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